搭载孟天实验舱的长征5号B运载火箭 开展舱舰联合总检查 目前EL字构型载轨飞行的天河舱和问天舱组合体 将在10月底完成最终转位 形成天工梯子布局 在地面空间站梯子型构型的最后一个舱段 孟天实验舱现在已经完成了推进机加注 用于发射的长征5号B运载火箭 各项准备工作目前正常 孟天实验舱主要聚焦为重力科学研究 为迎接孟天实验舱的到访 神舟14飞行程组 陈东 刘阳和蔡世哲三人也提前做好准备 对空间站组合体进行精心维护和照料 目前程组已载轨驻流超过四个月 对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充满期盼 从单舱的空间实验室到现在三舱两船的空间站 有了更先进的飞行技术 更广阔的飞行平台 真心的为我们每一项从无到有的突破感到骄傲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表示 在今年底还将发射天舟5号货运太空船 和神舟15号载人太空船 实现六名太空人同时载轨飞行 未来还将进行载人月球探测 建设月球科考基地等航天重大工程 那现在虽然已经回到了地面的家 但是能够再次飞上太空 仍然是我最大的梦想 随时准备为祖国出征太空再立新功 王亚平表示去年的今天 他正在对接通道 而站在党代表的通道上 他感到无比光荣 习近平在二十大中强调推进 航天强国的目标任务 从探月 逐日再到空舰站转位 一步一脚印稳扎稳打 创造历史性的航天成就 记者陈一先报道 海黄鲍鱼干贝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